其實我人生裡面會遇到很多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都希望能夠得佛賦佑 希望能夠關心菩薩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甚至我們誦經懺悔 我們希望能夠消災 希望能夠消除我們過去的很多的業縣 因為我們在果報現前的時候 飛空或海邊沒有一個地方找不到我們的 是不是 如影隨形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透過拜參的一個姻緣 可以給我們這個幫忙解緣事解 昨天有一個人就傳一個LINE給我 他問我說有沒有解緣事解的 我就說你去看鑰匙經裡面會有一段解緣事解 那麼鑰匙經裡面呢就是解決 解決 解緣結 解的多生緣和緣 洗心敵律 怎樣 得好好的發虔誠 經對佛前求解結 後面呢 要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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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是解我們的緣結 我們知道諸佛菩薩有不同的法門 因應眾生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給我們打開一篇的因緣出來 我們看看梁黃寶燦其實寶志公譚師 因為梁武帝的這個皇后這樣的因緣 那麼幫他寫了一個梁黃寶燦 那麼我常常看到這樣的例子 我覺得那都是為我們而寫的 說不定也不是為了他的那個皇后寫的 他是一個當機眾 眾生呢 在正法 向往 末法的時候 其實智慧 越來越不是那麼有智慧的 而且呢二月一丈的滾 一輩子一輩子不斷的滾 可能亂到黑咬咬 聽得懂嗎 所以基本上要為我們後代的眾生呢 能夠找一些方法來給我們量 能夠呢 這個能夠得到這個解脫 所以呢 會有這樣的燦本產生 包括慈悲三昧水燦 這個燦本也是誤達國師 對不對 我也覺得他就是一個當機眾 讓我們後代的眾生呢 怎樣 能夠有這個方法來祈求燦本 包括呢 我們在愣眼睛 遇到的這個什麼人 凹難尊者 我也覺得他也是一個當機眾 對不對 那麼 因為呢 這個經典裡面呢 這樣子寫 悟難尊者遇到這樣的孕緣的時候 他跟佛陀講 我說依靠佛祖我就能夠怎樣 佛陀就跟他講 要自依止 法依止 墨益依止 不是靠別人的 靠你自己的 那麼我們說呢 包括 以成就的佛陀 他講了很多的法門給我們 我們現在分成八大宗派 每一個人可能相應的因緣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有人修西方極樂世界這個法門 覺得這輩子很累了 我將來一定要到極樂世界去 對不對 而有人修什麼 那時候 都算淨土 他就迷的菩薩 在天界裡面要來比較快 因為所有的佛 他的上輩子 來世間之前 可能都是在都算內月 比較近 很容易就回來 我在前天呢 看到信徒 他說我這輩子 夾得淺淺淺 夾得淺淺淺 聽得懂嗎 家庭還有很多的境界 他其實受盡很多的折磨 所信 他嫁了一個很好的先生 很好的先生 但是這個先生呢 是跟他一起學佛的 他們兩個相約 這輩子我們 這一些因緣來鞭策我們 不然把它當成肥料 祝道的因緣 我對所有給我編輯的人 只有感謝 只有感謝 因為只有這樣的因緣出現 我才會努力用功 我才知道 原來要離苦得樂 用什麼方法可以離苦得樂 所以夫妻兩個人 堅決 我將來一定要往生極樂淨土 每天做功課 兩個晚上一定做完晚課 為什麼 因為沒有努力用功 將來很難這一條路會順利成功 為什麼呢 你沒有平常你沒有用功 到時候可能境界線前的時候 你是隨著這境界跑掉 會不會 我們沒有辦法還把握我們這一念心 可能就東奔西跑 已經都找到謎土裡面去了 所以養成一個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修辭其實是日式月累的因緣 我們可能呢 不是很快怎麼樣子 但是每天的累積 這些因緣累積起來 將來就會變成一個很 很有力量 可以按照我們的願望 來走我們想要去的路 那麼我們知道呢 大師呢 跟著這個怎麼在全世界 他很早 他不到六十歲 他就退休了 為什麼要藉由很多佛 光會還是常駐很多活動 來辦一些活動 其實是 還是要藉由很多方便 把人帶進來 你們覺得接觸佛法好不好 好啊 因為如果沒有走進來 真的沒有機會的 他人生就是來來 還是被受一些苦 隨月流轉 將來又走了 那將來又噴一遍 不斷的輪轉 不斷的輪轉 他想要得到解脫的因緣 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呢 常駐辦了很多東西 其實佛光山的信徒跟法師 承擔這個責任 大家要心甘情願的 來做一些事情 因為這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讓這個地方能夠不斷的轉動 讓法輪能夠轉動 讓更多人來接觸佛法 我們是在茫茫大海裡面 我們是在船上的人 對不對 但是在船下那些人 可能在那游泳溺水了 沒有人幫助他 我們必須要藉由這樣的因緣 把他們再帶進來 希望大家長養這善根 比較能夠保認你這一條路 生生世世藏水佛血 不會跑掉 對不對 這是一個方法 給你們在這裡喔 這個影像你知道多重要嗎 你就會永遠記得這個影像 在巴士田中就不斷播種這個影像 所以回來共修是很重要的 重要不重要 你家的佛堂跟這裡的佛堂是不一樣 我並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說你這個景 在你的巴士田中裡面 它產生的功能 將來你保證 來生可能有隔音之謎 但是來生人在看到這個景的時候 你就會回來的 你會不會回來 你就回來 因為這是你熟悉的東西 所以大家在這裡好好的保認這樣的因緣 大家要一定說 我不復如來不復清 我不復如來不復清 我們不復如來其實就是這樣 我要自覺對不對 我自己要長有我自己的因緣 但是不復清 我不要忘記 菩薩道的因緣裡面 就是自立自他 立他 這是不復如來不復清 所有人全部都要講說 我跟著大師的這一個因緣裡面 這輩子走到這樣的因緣 其實也因為大師的因緣 讓我們來的 如果不是這樣廣該法門 其實我們很不容易走進來的 對不對 如果大師是一個自私 只有靠 顧他自己 心中沒有雲雲的眾生 今天我們也不會走進來 所以基本上呢 還有這樣能夠接上線 所以呢 在這裡呢 也呼籲大家 這一條線把它接好 好不好 那麼大師以各位呢 信徒的潛到佛門裡面來 不是放著 是讓它真的有功能 如果你要統統存在那裡不用 請回到信徒家 除才於信徒就好 不用放到佛門裡面來 各位演員 其實因為大家的幫忙 我們今天才有辦法 再把這一件事情 繼續來完成 那麼在這裡有之一同 不復如來不復清 謝謝大家